这专题部分的话 其实这个类似于我们以前在大一的时候 里面做过的练习 那差别只是说呢 把它改成就是Google的试算表 所以关键就是把它变Google试算表 那其他都一样 只是说只是差一个平台 那其实就差别蛮大的 所以里面光什么呢 枢纽分析表 它其实就不叫枢纽分析表 它的名称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叫资料透视表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基本上有用了 这个Google上面的枢纽分析表 它换一个名称 我不知道为什么换一个名称 明明是一样的东西 那可能是不是有专利的问题 或者是说 它怕这个模仿的太像 有点是山寨 山寨那个Excel 所以它把它名称换了一下 那其他的话就是那个图表部分 那再来的话 当然其实它里面也有聚集 所以如果要把那个 就是Google试算表 要产生聚集的话 那方法其实跟那个Excel 基本上一样 也是用录制的 可是它录制的部分 步骤似乎又有点不太一样 OK 那其他的话就是说 你也可以自己写 当然你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不太会写 这个Google的那个叫GAS 就是Excel的VBA 那没有关系 其实第一个当然 第四跟第五 聚集跟VBA 这个是属于加分 如果你希望呢 你要拿的分数比较高的话 那其实你就多做 那当然你多做就多分 如果你没做 当然基本上就是给你一个最基本的分数吧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你实在是想要写GAS 你不知道怎么写 其实我常做的一件事啦 就是即便你不会写GAS 你可以透过TrialGBT 它可以帮你转换 真的 我试过蛮多的 像那个VBA 可以把它转成GAS 以前写过的 那我把它贴上之后 我请它帮我转换 我发现转换的结果都还蛮理想的 也就是说 之前写过的东西 我把它贴上去之后 发现它其实转的结果 都蛮符合我想要它帮我转换的一个 一个样子 做的其实也蛮好的 所以假设说你不会GAS 你会VBA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VBA的程式 贴到那个 就是TrialGBT上面 那其实开头 只需要跟它讲说 请你帮我将VBA程式转换给GAS 其实它真的是帮你转换 而且我试了一下 我发现真的还蛮成功的 没什么问题 真的让我觉得 哇 有点大吃一惊 因为我觉得本来预期是说 它可能转换的结果 会有BUG 或者是说有什么地方有错误 结果没想到 我转换结果 它居然真的 比如说像这一段 是算那个 比如说 罗域里面人 这个是之前有做过的 然后帮我算人出现的次数 把它结果呢 计算的结果放到那个我们D3储存格 结果没想到真的帮我转换了 OK 然后结果一RUN 哇 真的OK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啦 就是假如说你将来只会写某一种程式语言 那其实你是可以很快的转换成别的啦 就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 至少会一种程式语言 你要转换成其他就比较快一点点 所以如果假设你其中报告 希望拿比较相对高的分数 大概有几点可能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说呢 你找的题目 可能尽量 就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吧 我觉得尽量不要找那个题目是同质性太高的 如果同质性太高的话 感觉不出你的那个可能需要努力的 这个这个部分 所以尽量的话呢 可以找一个题目 是比较有你的想法的部分 其次的话就是说呢 其他可能在函数啊 怎么去使用哪些函数的部分 也许你在想想看吧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有那个统计的结果 所以我们这边是用那个所谓的资料透视表 然后还有所谓的那个这个这个图表 可以在Google里面是用图表 那我其实我们有举了几个例子 前面好像我们在前几次上课的话 也有提到有关就是利用那个Google试算表做一些统计 如果这些部分呢 假如说你已经忘了差不多 或者是有些地方细节不太清楚 我是有把我们每次上课的影片 都贴到那个最新消息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李伦翔应该是 上个礼拜是做了这个有关iTai1的资料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是直接怎么办 取用那个 那个 开放资料里面的那个 那个 应该算是浏览次数最高的吧 好像我记得是放在第二页 然后呢 我是透过什么 把资料下载之后 然后呢 第一步一定要先把它变成Google试算表 那我转的方法几个 不外乎就是 要不然就是你开一个试算表 把资料贴上去 再不然的话呢 其实 你可以直接先把那个iTai1的资料 先存成Excel 然后把它用上传的方式 它会自动转换成Google试算表 这也是一种方法 那上个礼拜的话 还有做什么呢 就是将利用那个 Google里面的那个 叫做资料透视表 去统计出呢 就是到底那个iTai1的 那个免费WiFi 在哪些地区是最多的 我们有统计出前五名 不过前五名好像 这个结果有点让我讶异 因为为什么 奇怪 第一名好像不是台北市 反而是台中市 好像台北我记得 好像是落在第二名的样子 然后呢 第三好像记得是高雄 第四呢也蛮出乎意料之外的 因为第四可能直接想到 应该是像新北啦 或者是桃园这种比较大的直辖市 结果不是耶 第四是哪里呢 还记得吗 第四好像是彰化 彰化其实人口不算少 但是也不算那么多 然后第五好像就是人口不多 像花莲 花莲其实人不多 地方很大 人不是那么多 然后呢 我们延伸 假设你要再深度去统计台中市 因为第一名是台中 到底它的WiFi热点 是在哪边 其实我们可以再进行统计 后来也是找出 那个前五名的行政区 影片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假设对于上个礼拜的东西 有点不太清楚的时候 其实回去可以再稍微把那个 前面讲过的部分 再稍微融会贯通一下吧 那其次的话就是说呢 在第六次上课的话 这边有讲了 就是要把VBA转成GS 那其实蛮多重点的啦 所以有些地方 我们之前有学过的 我只是把它转换一下 所以也就是说啦 最好是说你会Excel 也会Excel的VBA 那当然最好是可以延伸哦 可以也顺便学一下Google试算表 然后GS 如果两个点都可以OK的话 那等于是整合 这个什么 你的电脑 Excel它的缺点是说 没有办法上云端 虽然它有一个OneDrive 但是我觉得OneDrive 现在用起来感觉没那么好用 所以关于云端的试算表 我还是比较喜欢啦 用那个Google的试算表 毕竟它出来的时间其实蛮久的 而且Google试算表 它的稳定性各方面 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 OK 所以呢 怎么样转换为GAS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真的是可以特别记得 你可以用那个Charge GBT 来帮上忙 所以哦 这个地方 在其中报告部分 还有一个相对重点 也就是说呢 可以 如果你想要大大加分的话 请各位注意 你还可以把 也许你用AI的部分 可以把它说明一下 因为现在AI的部分很夯嘛 所以如果假设 你在做那个其中报告的时候 你有用到AI 就是Charge GBT的话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的心得里面 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如果你假设 你的心得报告里面 有提到这个部分的话 那一定会有加分 OK 而且应该会大大加分 因为我觉得 这个观念很重要 如果你可以顺应实施 那也可以真的 使用那个最新的技术 来完成一件事情的话 那表示说你跟得上时代潮流 但是如果假设 你做任何东西 你还遵循一些太旧的东西 旧的方法 然后做的没有效率的事情 然后做出来 结果又不是人家喜欢的样子 那当然自然而然 这个应该分数就不会太高了 所以一样的道理 所以有些时候 你们要思考一下 就是说 是不是你将来所学的东西 是不是能够真的融入到 这个可能在社会上会使用到 或者企业用到 不然的话 你将来可能会被就业率 其实是真的是堪率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再思考一下 因为毕竟人文学院 其实真的目前感觉 好像如果比 现在的社会 好像还是 重理工 轻人文吧 我感觉 整体上好像就是就业的 包括薪资 你看起薪就差很多了 你想 奇怪 为什么人家一起薪 就是 五六万起跳 那如果是你一般那种人文 科系毕业的话 他没有别的专长 薪水就是那么低 就是那个最基本 现在好像两万六千多吧 当然相对的 就会感觉差距实在太大了 而且起跑点就已经落后了 更不要说之后的变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今天有个新闻 好像说 台湾是全世界排名 第十二名有钱的国家 你想说 是台湾是这个新闻 是假新闻吧 我们有这么有 其实是真的 我是觉得 真的台湾是非常有钱 但是有钱人跟没有钱人 是差蛮多的 也就是说 你赚的薪水 有的人 每个月赚的酬劳 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有的人 就是领最低薪资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像那个半导体业 我听到很多 那个朋友 一年至少 两三百万年薪的 最基本的 还不包含分红 OK 那你就觉得 差很多 不过他们当然很辛苦 是没错 可是我是觉得辛苦 是要有代价的 那如果假设 你很辛苦 但是你却领最低薪资的话 那当然你情何以堪呢 对不对 所以如果假设可以 一个合理的报酬 然后呢 你又可以有合理的休假 然后你又可以 享受你的人生 对不对 你又可以赚到钱 然后你想要去哪边 比如说你可能人生 至少你会想 谁不喜欢 有放假的时候 可以 也许你出国旅游 然后你想要去逛街 买东西 去你想要去的地方 等等的 或者是做你想做的事情 不过前提 好像似乎都离不开钱 因为你没有钱 好像什么事都没办 对不对 你假设出国了 结果你口袋里面 还是扁扁的 然后你想要买个东西 怎么办 我口袋没有钱 对不对 那这样就没办法 你想要实现 说真的 很多都是空中阁楼 因为完全没有基础可言 那当然你什么事都没办法做 所以前提我是觉得 当然不是说 一定只是 一定要看在薪水上面 但你如果可以有合理 但问题是你要怎么合理化 特别注意 还是有个专业技能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要能够拿很高的 如果以正常的方法 不是说你有背景 比如说你爸 你爸爸是郭台铭 那当然另当那边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就还要靠专业技能 那专业技能 最基本的话 我觉得 Excel 或者Excel VBA 然后在Google试算表 GA 这个其实 现在用的 非常的广泛 其他的话 还有哪一些 像那个 在前一次我们 做那个住宅窃道 这个好像我们有讲过了 不过那个录影好像没有声音 所以前四段好像没声音 但是我是有把它传上去 你们可以参考 那也就是说 其中报告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 请大家自己再延伸一下 那今天的话 也许我们接着继续 再来看就是说 有关云端的相关的其他应用 所以待会请各位 帮我先到 我们的那个 Google云端上面 这个也是云端 里面的话 找到一个 叫云端应用 一样这边 然后 这边的话 有一个叫文字云的部分 也许今天我们就来练习 文字云的部分 那这个文字云 其实这个 我是觉得还蛮好 蛮好玩的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 如果拿来做一些 跟我们的 文献点击 做结合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 从不同面向 看到一个资料 的数量多寡 比如说 假设 你想要知道说 轮语里面到底 哪些关键字 是出现次数最多的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文字云 应该大家不陌生吧 有没有 它跑出来就像 一朵云 但是这个云里面的话 藏着很多的文字 那这个文字你会发现有大有小 那为什么有大有小 因为就是说它的声量 如果它的声量越高的话 那它的字越大 有没有 所以如果假设数量越多的话 那表示 你的那个 重要性相对的 应该也就相对的比较高 你说数量多 重不重要 当然可能 不一定是 那么 但是至少它 数量多表示是重要的 OK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从一个经典里面 不同面向 去取得数量最多的 来进行分析 那这样的话呢 至少就比较能够抓到这一部经典的重点在哪里 比如说你想 除了论语 论语大概一万多个字 比较感觉不太出来 如果你今天把那个红罗梦一百万字放进去 红罗梦出现的结果会怎么样 对啊 水浒传放进去 三国演义放进去 有没有 如果你把那些小说放进去的话 或者张爱玲的小说放进去 你会马上看到的结果一定是跟你原来预期的 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 待会儿啦 也许我们来试试看吧 这个文字云其实就还蛮可以拿来玩玩看 那你可以看到 以这个来看好了 这个最多 那个论语里面为什么 最大两个字 有没有看到君子 所以可以想见 论语里面的核心 核心的思想 应该是希望 你可以成为君子 所以呢 小人有没有 好像没有小人 小人好像没出现 小人在哪里 小人居然没有在这里面 OK 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 像有些罪词这个就可以其实拿掉 还有什么子路 所以你会发现子路其实出现几率还蛮高的 其他像子贡 像孔子 等等的啦 OK 那这个当然它延渊 不会延渊好像算是少的 因为延渊感觉好像蛮重要的 但是实际上 在论语里面 全部里面出现延渊的次数 其实也没那么多 反而没有像子路出现的多 OK 那其他还像什么子下 那只是说 它有什么 论语的中心思想 有没有一个人 人有没有 人意理智性那些 好像没有那么凸显 反而是谁讲了什么东西 它反而比较凸显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可以 做出某部经典的相关的文字云 待会我们会来讲 其他当然你也可以再用其他的资料 甚至你可以拿红楼梦来做练习 或者是其他经典 那你可以从不同的面向 去观察一个资料的 它的声量高低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